大家好,我是Chus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Dialetic 撰文分析了曼聯目前的情況 表示坦哈格目前在曼聯的工作是困難重重 他說的話會令到現在的情況更差 大致Dialetic 分析的就是以下的內容 如果大家要支持坦哈格 確實有很多事是值得你們去堅持 但不可否認的是坦哈格在執教曼聯的首個賽季表現是積極 並且幫助曼聯重返勾勞聯 即使曼聯表現最好的時候 外界亦有很多噪音 更不要說現在的情況 因為曼聯對嘉年活得的事處理得非常差 而安東尼馬迪也遭到指控 新組又要被人拘組 球迷不斷抗議及頻繁上演收購事件 都令到管理這隊球隊變得更困難 所以在坦哈格工作時 他要很多時候需要權衡諸多的因素 但有些時候他在公眾場合發言 會令到事情變得更差 就次星期六在主場被白禮頓3比1擊敗之後 他就表示需要投入更多才能取得想要的結果 但坦哈格不知道的是 白禮頓這些球員只用了1800萬英鎊 他這些言論是會被人笑的 而在新組的問題上 坦哈格亦是公眾場合直言不諱 這可能是因為荷蘭人的性格是這樣 因為他們一直都比較直率 但坦哈格說這些話之前肯定是有考慮過 因為始終他是帶領頂級球隊的主席 目前坦哈格在曼聯的工作舉報為奸 而且他有時所作所為 會令到他的處境更加變得棘手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ми 那 可